特朗普总统声明,铭记一亿多被共产主义集权政权杀害和迫害的人,星期三十一月七日,白宫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这一天发表总统声明。 三段声明全文翻译如下,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,这一天我们铭记一亿多被共产主义集权政权杀害和迫害的人,我们还重申坚定支持那些为世界各地的和平、繁荣与自由而奋斗的人。 自从1917年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,我们目睹了共产主义暴政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后果痛苦、压迫和死亡。 共产主义把与生俱来的人权,置于所谓的全体幸福之下其结果是消灭宗教自由、私有财产、言论自由和过于经常发生的消灭生命。 这些恐怖包括在大饥荒中蓄意,让乌克兰人挨饿,在大恐怖中清洗俄罗斯人,在杀人场谋杀险普寨人,还有枪杀试图投奔自由的柏林人,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暴行的受害者,默默地见证着无可否认的事实。 那就是,共产主义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对人类精神和人类繁荣,将永远具有破坏性。 资料照以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向向为人行的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。 今天我们缅怀所有那些在压迫性的共产主义政权下被剥夺了生命,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美好祝福的人。 我们一道哀痛,在共产主义下如此之多的人所蒙,受得难以忍受的损失,并重生我们的誓言,继续推动自由事业,并为所有人争取机会。 1917年11月7日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,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共产党政权,去年在十月革命爆发百年之际。 特朗普政府宣布,这一天为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。 今年是白宫第二次就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发表总统声明。